加拿大多伦多警方6月17号晚间披露 当天下午在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新科总冠军多伦多猛龙队举行的庆典期间发生的枪击案 已经导致四人受伤,并已有三名涉案嫌犯被拘捕 加拿大第一城市多伦多当天为猛龙队举行盛大的游行及庆功大会 猛龙队6月13号夺冠后,加拿大举国欢腾 多伦多市决定17号全程为猛龙队庆功狂欢 警方人士粗略污计 此次庆祝活动吸引超过100万人参加 游行沿途游行终点 多伦多市政厅广场均用万人空巷,人满为患 记者进入广场一带时已感到寸步难行 下午约3点45分,在位于广场东南角的旧市政厅前 大批球迷正观看现场直播大屏幕 并高声合唱《我们是冠军》 记者前方人群突然出现混乱 人们惊呼着转身向外奔逃 几分钟后,人群中又传出尖叫 人们再度四散奔逃,情况混乱 索性没有发生踩踏 有巡逻警员迅速赶到 记者跟随其后 发现一辆赞助商的货车前有一名头部受伤的成年女性倒地 现场警员立即展开紧急救治 数分钟后,救护车赶至现场 警方迅速将案发现场清场 同时疏导该区域民众有序离开 警方晚间通过新闻稿和网络社交平台表示 四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警方已拘捕三名嫌疑人 并查获两件武器 同时呼吁民众积极提供查案线索 请不吝点赞助商计划